菩萨让我们懂得 只有看见佛性后 人才不会轮回 也就是告诉我们 当一个人只有真正的懂得佛性 懂得佛理 你想不轮回 你必须要开悟 必须要正道 师父告诉大家了 一个人在这条道上往前走 你说你可以走吗 一直可以走吗 是啊 坚定不移地往前走 方向呢 如果方向错误 你还是在轮回地走 如果方向对了 你就走出自己人生的沼泽地 你就慢慢地开悟了 明白了 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再迷惑颠倒 要走出自己的道 要见到佛性 要明白这个世界 一切全部都是苦空无常的 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永久的 所以得到了就等于失去 失去了 也等于暂时的拥有 所以能够有佛法在心中的人 就能破迷开悟 我们因为心中还有迷惑 所以我们才会有妄想 才会执着 所以当一个人一件事情 想不通的时候 实际上他就是在执着当中 执着的人一定会轮回的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 要把眼耳鼻舌生意都转换成佛性 眼睛看见的 鼻子闻到的 耳朵听见的等等 都是转成佛性 正性正念 我不乱听 不乱看 不乱闻 然后在意念建立在自己的思维当中 形成的概念 所以这个意念非常的重要 就是你任何一个人的意念 必须是觉悟的 你有觉悟的意念 你的正性就开始起 你有觉悟的意念 你的正知正觉就开始了 所以我们一个人有正知正觉 说出来的话都像佛一样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想成佛 必须心中有佛 你才能说出 做出和思维出佛性来 所以你一定会远离轮回